安全带 搞摄影的朋友大家都喜欢用Lightroom处理照片 因为它的调色系统既容易上手 又能对很多颜色进行独立的控制 如果你接触过视频的调色 看着这些复杂的功能彩单 一定会想 我干嘛不用Lightroom来调色 可惜傲娇的Lightroom就是不允许你处理视频 但是不允许不代表不难 今天教你如何用Lightroom 对视频进行颜色上的调整 先来说说这个技巧的实现原理 就像刚才看到的Lightroom只为照片进行服务 而我们又知道视频的本质 其实就是一组图像组成的序列 如果我们在Lightroom下 调整视频内容中的一帧图像 再将这个图像的所有调色设置 映射给视频当中的每一帧图像 应该可以得到调色后的视频 所以我们打开Lightroom 在图库面板下点选你需要处理的视频 进度条拉到一个你比较满意的画面 点按播放栏右下角的这个按钮 选择捕获针 你能看到文件夹中出现了一张刚才的定针 注意 如果定针未出现 说明你没有在原文件夹中处理视频 在Lightroom左侧文件夹面板中找到视频的原始文件夹 应该就能看到定针了 接着进入修改照片面板正常使用Lightroom的各种功能 什么色温 曝光 对比 饱和色相 曲线 角准 分离色调 有事没事都拉一拉 把那个定针的画面调到满意为止 调完之后 回到图库 选中图片和视频两个文件 之后光标移到图片上 右键 修改照片设置 同步设置 全选 同步 OJBK了兄弟 你现在看到的便是调整颜色后的视频 最后导出一下就完工了 有些朋友会问 在常规视频调色过程中的经常会用到加载Lightroom的功能 Lightroom的方式 当然 LR里的预设就相当于Light 如果你有一些摄影机的矫正Light 也可以将它们转成LR预设格式来正常使用 什么 怎么转 呃 就